什么事啊 你有老狗家电话吗 有 怎么了 我这给你爸考虑点东西 什么东西 玉龙片呀 跟你爸那块玉凤培正好合璧 干脆你当他儿子算了 你爸叫他干什么呀 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儿子 对自己爹也不在意 别人帮忙你还拦着 你这是帮忙吗 你这是害他 我怎么就要害他了呀 人家现在懂得克制 有分寸 他有什么分寸啊他 他现在都 都知道提醒自个儿了 他提醒个屁 行了 我不跟你掰扯 你赶快把电话给我 我 我可以给你的 你们的事我也不管 反正到时候出了楼子 你别怪我 还有啊 快 快 快起来 你跟孙丽菲说 我不要这么下课灵不认识 丢不写的日子 行啦 知道了 对不起 那是 我写的事 你会用一个台词 他们是在家里面 你会用什么 别人吗 我就在这生意 你不会用的 你不是很担心吗 我能在这儿子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吧 好了 好了 你拍吧 夏初 您不是个爱赚便宜的人吧 你这话说的 我赚过谁便宜 这就是了呀 葛家那块龙培 怎么说也是个高股鱼 丹麦就得二三十万 何必就甭说了 少说也得七八十万 您这一堆加起来 还不够人家丹麦的价钱 您要说不爱赚便宜 那这就是拿错了 我不是要赚他便宜 我 我是真舍不得呀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更何况人家还没答应呢 拿点高的 对女人胃口的东西 兴许能办成 我这儿还有点镯子 你看看 这 这不行这个 这 我看看 这行吗 这行 这是真正的老坑兵种 现在根本就见不着啊 您看您 这照 照吧 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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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那个朋友正言 昨天找过我 说他朋友有些藏品 而且还说特别丰富 还说什么各取所需 各得其所 对 他要拿东西给你换 你千万不要相信他 他是在蒙你 这是他惯用的记得 你们俩不是朋友吗 他是这么跟你说的吗 对啊 那就算了 没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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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谢谢 谢谢 一手 solic先生 我只能买不能换 好吧 我也不想勉强你了 万一有一天你改变主意了 就打电话给我 好 告辞 郑先生 请留步 我改编主意了 三十年呀 我等了整整三十年 龙凤何必呀 兄弟 你让我怎么谢你呀 别呀 夏叔 您就是再激动 您也不能乱了辈分不是 你看我 我真是太高兴了 我 来来来 郑言 上屋跟我喝两重去 哎 哎 哎 龙凤何必 你怎么样 哎 我挺好的 你怎么样 我挺好的 是吧 嗯 哎 我给你买过这个吗 前两天你不在的时候 自己买的 我说怎么衍生呢 花了多少钱 你猜呢 我猜啊 嗯 是老主 水头不错 怎么也值个七八十万吧 你花了多少钱 我连一半都没用上 啊 哎呀 那卖给你那个人 是个棒球呀 那当然了 要不怎么能说我赚了呢 这年头啊 真是变化快啊 连你都会捡漏了 也不看我嫁给谁了这么多年了 嗯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来 郑先生 我先给你包个橙子吧 好 我先给你包个橙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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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先给你包个橙子吧 喂 那块玉龙佩呢 玉龙佩 我换这个了 什么 你好大的胆 老公 那玉龙佩才值三十万 这个值六十万呢 三十万 给我三百万 三千万 三个亿 我都不会卖 玉龙佩是我的命 抵得让我全被都收藏 你这个败家女人 你刚才不还说 是我捡了一大漏吗 捡漏 你捡的是我的漏 孙丽菲 你给我听清楚了 你赶快去给我换漏 拿不回玉龙佩 你从此不要再进这个家门 老公 玉龙佩 是我父母的 是我父母的 老公 孙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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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儿水 孙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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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说了 如果我要是拿不回玉龙佩 她就要和我离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都跟他先生闹饭了 就因为这块玉龙盆 正言 你怎么这么幼稚 你说咱们古王孩 哪件东西背后 不能编出些故事来 你这孩子呀 什么都好 就是太善良 这善良本身没有错 这要是滥用善良 那就不是什么好事 我怎么跟人说呀 你就说东西没了 要命 有老命一条 你让他找我来 你来了 怎么了 我被正言给骗了 别着急 进屋慢慢说 他拿一个普通的翡翠项链 换走了我的鱼龙派 不是 不是 你怎么会答应跟他换的呢 我都说我被他给骗了吗 他当时说那个鱼龙派 是如何的不好 又说那个翡翠项链 是如何的好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吗 那个鱼龙派 是我先生的心爱之物 也是传家宝贝 我先生说了 如果拿不回鱼龙派 就不允许我回家 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求求你帮我想想办法 好不好 只要抓住正言就行 这样 明天到我们公司去 找我们总经理谈 态度要泼辣一点 必须要闹得全公司上下都知道 咱们通过公司给他施加压力 只有这样 才能够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 然后咱们再想办法 可是我不会撒泼呀 我没让你去撒泼呀 你是去深渊的 深渊 你出来跟我聊一会儿 外边 外边 你中午吃的吗 我要素的 我不吃啊 什么事儿 你先过来 怎么了 怎么了 你自己说说呗 到底怎么了 什么都我说说 你先开始了 你别说了 你做什么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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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当地来 我说什么事儿 你敢说 我说下来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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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怎么办 小姐有什么事你跟我说有什么事 志连 小姐你去哪儿啊你 志连呢 你 你什么事啊 什么事 大事 我要向你们投诉 你们什么员工啊 到处去骗钱去 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没礼貌 人这开会呢 我没礼貌 你有礼貌吗你 你对待客户就这样吗 你们都不管 这是我们唐总经理 你有什么事 你说 你好 你好 有什么事跟我说 好吧 一家 给客人倒杯水 快去 唐总是吧 是是是 你们也太不像话了吧 坑蒙拐骗 这种黑心钱你们都赚 你们还有良心吗 你说的是 少跟我来这趟 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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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 小小庆 你说 就是那一家正言的 从一开始 她就准备盲我的东西 别着急 别着急 你把这个事情的经过 一五一五实实地告诉我们 我们给你做主 行 行 行 坐下 小小庆 你慢慢说 别着急 你又不说我走了啊 回来 孙丽妃昨天又来找我了 又哭又闹 说你骗了她的御龙佩 什么叫骗啊 那御龙佩是我拿东西换的呀 换你拿什么换呀 他说了 人那块御龙佩价值连城 值好几个亿 谁说的呀 你管谁说的呢 你怎么了到底 你干吗坑人呀 你的原则去哪儿了都 我的为人你不清楚是吧 我告诉你 那东西的橙色 我不会看不出来 那东西就在你爸那儿 不信你去看去 我不管他值多少钱 现在孙丽妃认定咱们俩坑他 你否则怎么办 这问题你不解决 他怎么天天找我闹 有什么特别的呀 我爸那一大堆 什么意思呀 想耍赖是不是 按手啊 你看呢 葛家的东西 应该说渐渐都很有分量 不过这个 我也说不太准 这个御龙佩 应该也是挺特别的吧 听听 你们专家怎么说的 玉江 玉江 葛太太 我想知道 你打算怎么办呢 把东西还给我 要不我就到处去说 说你们安地克 是奸商是黑店 让他们永远都不跟你们做生意 我说到就能做到 没那么严重吧 这样吧 你看今天正言也不在 你先回去 等我们把这件事情 调查清楚了 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只是答复吗 我要的是一个结果 把东西还给我 而且还要道歉 我明白 我唐定文担保 这件事我一定调查清楚 改名 我亲自到府上 解决这件事情 我相信你能解决 如果解决不了 我一天就不走人 就坐在这儿 你放心放心吧 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尽快 不送 这事儿还挺麻烦的 格家影响很大 你瞧这女的 那么破 什么事干不出来 她要是出去瞎吵吵 那对咱们公司的声誉 损失可就大了 一江 给正言打个电话 叫她赶紧回来 快去啊 公司还想争取她那儿几千万的藏遇 我刚刚跟她建立好的关系 就这么被你毁了 一码归一码 这事儿绝对不会连累到你 连累不了我 这事儿她肯定没完没了 公司知道了怎么办呀 肯定让你把东西给人送回去 她要再知道东西在我爸那儿 就会让我去拿 我拿得回来嘛 老唐又不知道我跟我爸什么关系 你这是不是把我往坑里推呀 我还得背你这黑锅呀 我明白 但是你放心 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 绝对不会连累到你 唐总 好 我马上来 怎么了 这孙丽菲果然来公司啊 老唐找我问话了 你别忘了咱俩说好的事儿啊 行 你放行吧 这就是一场公平的交易 按行规 对 出了祸 绝没有再要回去的道理 那 你就带我去见见你这朋友 我看看这鱼龙佩到底值不值钱 也好像人家有个交代嘛 我答应过我那个朋友 不能告诉别人 反正我是没有蒙个她的 正言 这个我相信你 那你就跟你那朋友好好再说说 把东西还给人家 你说这事儿闹的 我那个朋友等这块玉龙佩等了三十多年 好不容易拿到 再让她拿出来 这不等于要她命吗 这件事情我引起的 回头我来解决 总之 我是不会再让葛太太到公司来闹事儿的 行了 你呢 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就行了 好 但是我给你带我来解决 我再给你把人家拿出来 要把人家拿出来 好 尤其这一切 我们再给你个人家 我来解决 你 你 你 我来解决 我去解决 我来解决 我来解决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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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就不相信他呢 为朋友买 为朋友卖 在这个圈子里是惯用的托词 正言跟我用不着托词 不要因为你喜欢人家就维护他 谁知道人家喜不喜欢你呀 你怎么知道人家不喜欢我呀 我这就跟你说没去 俗 真俗 这也俗 俗到家了 那好 那我就俗到家了 上次我帮他打开那机关盒子 按理说他请我吃顿饭不过分吧 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连点动静都没有 他不请我我请他还不行吗 对了 这事赖我 本来呢正言向你表示感谢 让我转达我忘了跟你说了 不好意思啊 是啊 那你明天把他请来 我请他吃饭 你今天什么安排啊 怎么了 有什么安排都先取笑了吧 为什么呀 我爸要请你吃饭 在我们家 你爸请我吃饭 为什么呀 不知道 可能是想拜你为师吧 哎呦 你就不能正经点 我没不正经啊 他从来没请谁吃过饭啊 上次帮我打开机关盒 我还没卸呢 那现在又请我吃饭 我真是过意不去 过意不去就别去了 省得闹一大红脸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行行行我去去去 行 待会儿咱就走 那 那我是不是得 买点什么礼物去啊 直接送钱就行了啊 你想花多少钱买礼物 把钱点给我就行了 我听说这老葛家出了点事儿 说是牵涉到了你 这葛太太都闹到安地克去了 弄得满城风雨 那那那就是场误会 其实那块儿配不值什么钱 我是为了完成一个朋友的夙愿 才帮他换的 这个人是谁啊 我这个朋友啊处事低调 从不张扬 您估计是很难遇到他 他这 他这辈子呀没别的爱好 就是热爱收藏 把一生的积蓄都用来买股丸了 有这样的人 我就是佩服他的为人 所以才帮他学我点东西 尤其是这块儿配 正言哪 你做人讲原则 为了这个人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吧 跟他的那份执着相比 这点麻烦真的不算什么 古玩戒 要是多几个你这样的人就好了 不过我听说 葛家的这块玉 是传世之宝啊 正言啊 应该是价值连城啊 你怎么说不值几个钱 东西我见过 我相信我的判断 能带我去看看吗 我也是一个很执着的人 研究了一辈子的古玩 我很想见识见识 您老正在意这块配啊 这配是七一 七二嘛 是我想见见这个人 对古玩如此执着 让我都甘拜下风啊 如果方便的话 你就让我见见 不方便那就算了 方便倒是方便 就是我这个朋友脾气不太好 有点怪 我怕他唐突了您 有什么唐突的 我是一个平常人 那好 那咱现在就去 干嘛去啊 饭还没吃呢 吃完了饭 夏叔叔 郑爷呀 夏叔叔 夏叔叔 我带了个人来见您 您是 夏先生 在下黄历德 貌没打扰 实在是不好意思 黄历 您就是收藏大家 黄先生啊 您客气 您客气 夏先生 我听说您为了收藏 清尽家财 黄某实在是佩服啊 不敢当 不敢当 我这也 我看看 您借 好 好 夏先生 我见过很多的收藏家 可我认为您是一个大隐士 大收藏家 您太客气了 我真不敢当了 您坐 您坐 好 好 来来来 别过去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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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先生 本来是应该我到您府上拜访您的 没想到您欺尊寒舍 真是让我受宠作惊啊 您客气 客气了 我今天来第一是想拜访您 第二是我想参观参观 您这儿就是一座宝库啊 您这儿就是一座宝库啊 我的东西也不多 怎么不多 您这儿的东西是我见过的最丰富的藏品啊 我这些东西和您的比起来啊 那是小巫见大巫啊 夏先生 您总是这么客气 夏先生 我听说您换了一块玉笼配 能否让我开开眼呢 行 行 我给您拿 好 好 起来 我去 Dominic 我去闭哦 我的大忙啊 我去闭哦 我们去闭啊 龙凤合璧 顶多也就是翻两三个跟的 驾驶连程 葛太太这不是真也说瞎话吗 玉珊 你别瞎说 这东西确实不一般 这东西的确不一般哪 我为了这龙凤合璧 等了整整三十年呀 夏先生 您收起来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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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先生 我真希望您常来我家坐坐 我好向您好好学习学习呀 夏先生 客气了 咱们互相学习 互相学习 您坐 您坐 我去骑点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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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度龙凯泽 相机 舍为 秦璐 院租 秦璀 店 客气了 还会线 秦璇 秦璇 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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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答 您坐 最后的秦璇 我们坐 您坐 您坐 我们坐 是 对方的秦璇 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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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e 这确不过凤凤一 先生 那我先走了 正言 送你回去吧 不用客气了 我也下去 毕江 你去干吗 待会儿就回去 爸 你先走吧 谢谢你 快他回来了 比如说 是一个珍瑞 每一搜 你就食べ死了 我懂了 可你也太累了 喂 老陈 我跟你借一样东西 怎么样啊 你们公司打算怎么处理啊 还不太清楚 不过看上去他们好像 还是比较相信郑言的话 真是蛇属一窝 我对不起啊 不包括你 我们老葛说了 只要他们把鱼龙配还回来 我们家屋里的藏品 他们随便挑两件拿走 一分钱都不要他们的 真的 但是真的了 我昨天支诉也没提 就是怕他们占便宜 可是今天呢 我觉着不提这个条件 可怕是不行了 你先等等 我告诉你啊 你这么提根本就没有用 你想啊 他们如果答应了 那就是承认了公司有人骗你 这不是删自己嘴巴吗 那以后 还怎么在古玩行里立足呢 对不对 这倒也是 是 这件事情你交给我吧 我跟你想办法吧 回来了 吃饭吧 吃什么呀 想想 文文 你领钱了是怎么着 领了钱也不能这么花呀 坐着吃吧 老妈家烧鸡 这味儿还真香啊 儿子回来 给你吃顿饭点好好吃啊 爸 来 儿子 来 给你爸喝一杯酒 来来 盗扰盗扰盗扰 喝两口啊 盗扰 来来来 这是老白杆 这您最爱喝的 还有老妈家的那个 烧鸡 花生米 儿子 来来来来 你吃这个啊 那我知道 您这两年 竟顾着逃货 都没痛痛快快地喝过几顿酒 今天我陪您喝两杯吧 好 我愿意不浪费 谢谢 谢谢 您 您 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是我的错 以前爸爸都教过我 是我没学好 我什么时候教你了 您都忘了 就是我十岁那年 您带着我去河南山里边逃货 您教了我好多呢 您真忘了 是有这么回事 我来打架 coinc音乐 我来打架枪